大家好,今天小猪佩奇来到面包超人的超市 他会买到什么好吃的零食呢? 哇,超市来了好多新的零食啊 这里有一个雪糕桶,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那把这个买了吧 这里还有巧克力糖果,有各种颜色的呢 然后这是可乐的软糖 大家看,有各种形状的可乐 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这辆小车是什么呢? 上面有面包超人的图案 这里面不会是肠子好吃的吧? 佩奇开开心心的把零食带回家里 乔治早就在家里等不及了 哇,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呀 赶紧让我来尝一下吧 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佩奇买到的巧克力糖果 这是一个数字8的形状 这是粉红式的巧克力糖果 这里面有各种颜色的巧克力糖果 佩奇走了过来 她拿了一颗绿色的糖果 原来她是要来分类呢 乔治也过来分类了 她拿起了一颗红色的糖果 把糖果放到杯子里 好棒啊 佩奇和乔治把糖果都分类好了 乔治好像看到什么好吃的 原来是这个脆皮筒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里面好像有脆皮的巧克力 这个雪糕桶的上面是巧克力 下面是美味的脆皮筒 这个巧克力看起来好像很脆的样子 乔治来尝一口 哇 乔治吃了好大的一口啊 这个甜筒的巧克力 吃起来又脆又甜 太好吃了 好想再买一个啊 这么好吃 让佩奇也来吃一口 佩奇吃了大大的一口 这个巧克力真的很脆呢 又脆又甜的 太好吃了 佩奇说 这里还有好吃的可乐软糖 让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吧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美味的可乐软糖 这个可乐的软糖 有各种形状的 有瓶装的 还有罐装的 让我们来尝一下 这个最大号的 嗯 看起来和可乐的颜色一模一样呢 佩奇来尝一下 哇 好像是在喝可乐啊 咬起来好有嚼劲啊 乔治也来试一下吧 这个软糖 这个软糖 看起来确实很有嚼劲呢 嗯 好吃 那你们喜欢喝可乐吗 诶 这里好像还有一辆小车 这是面包超人的小车 原来盖子可以打开 原来盖子可以打开 这里面是各种各样的糖果 这些会是什么糖果呢 看起来好可爱啊 原来这些都是巧克力啊 而且这些巧克力上面 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呢 这是面包超人图案的巧克力 小猪佩奇一口就把它吃掉了 好甜的巧克力啊 乔治也来选一个 他选了细菌小枝的 要开动了 这个巧克力好甜啊 它们的形状这么可爱 都不值得吃呢 那今天我们的玩具故事就到这里 你们最喜欢哪一种零食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